好来看到110年的悠游农村放心丸 农委会水保局花莲分局 为了推广农村旅游开阔与舒适的农村自然美景 在丰山村社区发展协会的持续推广之下 吸引了许多游客的到访 那么游房农村不必担心人挤人 还能够好好的放松全家人的身心灵 旅行社带着游客来到农村 感受美好的在地风情 台湾农村拥有天然地景和温暖的人情味 游访农村不必担心人挤人 还能够好好放松全家人的身心灵 所以会不会想要抓到龙虾 当然要 这次就是特别来体验 对 是 会不会怕被夹到 不会啦 还好啦 就有旅行社专门规划农村旅游 带着来自北部的游客走入乡村 体验农村抓小龙虾 及料理在地食材的乐趣 透过这一波的优惠加码活动 大力行销农村好玩好买 在我们最近的疫情比较趋缓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搭配水宝局 现在这个农村的放心旅游的计划 然后就吸引像今天来了蛮多客人 都来走进我们风山社区里面 那在短短这一个月的时间内 我们已经将近来了四千多个游客数量 那所以相信刚好搭配水宝局这个计划 以及现在的报复性旅游 那也大大增加我们的社区的整体的一个大大收益 然后也把我们的知名度发扬光大 在全台湾都让大家认识一下 不一样的风山社区这样 农委会与全国悠游农村 业者共同推的农村放心玩 丰富的农村生态 食农教育环境 让喜欢自由行的游客 也能够有超过167项的农村特色 带动全国民众到农村体验旅游 采买各式的农产品 提升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